大家好 在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次的介绍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正式的内容 在这次的内容呢 我们会去重点去强调 在录播客之前 你都要做哪些准备 那么首先呢 我们在录播客的时候 我们在绝大多数场景都是 我今天有个话题 我想讲一下 所以我决定说 我就去录个播客 这个事儿行不行呢 可以没有问题 但是 你一时兴起录的播客呢 很容易持续不下去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其实不是很建议你一时兴起 我就决定去录一个播客 只是说你真这么干 我肯定也不拦你 对吧 你对我来说呢 我会希望说有更多内容出现 然后让我可以去听 我觉得就挺好的 那如果你说 OK那我现在不是一时兴起 我就是想去认真地做一个播客 对吧 我希望能够持续地去输出一些我的观点 一些我的内容 那从这个时候 我应该去想哪些东西呢 那我个人觉得 你应该至少是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是主题 其实我们做播客呢 往往都会有一个特定的主题 这个主题呢 会有很多分类 它可能是说 我们会看起来会有一个非常大宏大的主题 比如说 有一个播客 叫哈利波克 他讲的其实是哈利波特的一些东西 对吧 那这个播客 它的所有内容 其实都是围绕着哈利波特来的 但是呢 也会有一些 可能看起来不那么有主题的 那你比如说金金乐道 那他可能就是看起来说 他什么都有过是吧 那可能他的主题会 其实会更宏大一些 对于我们每一个播客来说呢 你其实都需要去有一个自己的主题 这个主题其实决定了 你的整个节目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 那你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 来去把它们给组织起来 那有了这样一个主题 你可以更容易的去找到你的观众 对吧 因为你现在 在你有了一个主题 你就切了某一个特定的细分领域 你只要找到这些领域的人 然后把你的内容推荐给他们 就完成了 所以说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主题的确立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当你确定了你的主题以后 接下来就是节目形式的问题了 因为不同的主题 它其实是和不同的类型 那我们还以刚才的那个播客举例 那哈利波克呢 他讲的内容呢 其实是跟哈利波特有关的 那他在做内容输出的时候 他就比较适合一记一记的输出 因为哈利波特本身是一记一记的在出 那他完全可以就说 OK 那哈利波特出一记了 那我也出一记 对吧 我去介绍这些东西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 它可以按记来 除了这些以外呢 还有一些可能比较像讲故事类型的 也会比较适合按记来 对吧 你可以一记讲一个特别宏大的故事 然后每一记里面分很多小集 小集讲各自的小故事 然后换一记呢 你就换一个故事 大故事 对吧 那也有可能说 那我的主题呢 确实可能比较分散 没有办法按记来去组合 那你就可以一直更新 对吧 我没有记的概念 你随时来听 我随时都有新的 对吧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可能见到的更多的 这样的一个播客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形式呢 其实也是 你的主题确立以后 它会影响到的 那有了主题 你还会有一个东西 就是类别 因为我们在发布播客的时候 它其实会有一个类别的选项 那一般来说呢 我推荐大家其实去看一下 苹果手机APP里面 那个播客那个应用里面 它里面会有一些分类 你可以根据那个分类 来去给你自己的节目去分类 其实和前面的主题一样 你去找主题也好 去找分类也好 其实是为了给你的节目 画一个定义 有了这个定义 你就可以更好的去找到 你的那些听众 对吧 和他们去建立联系 让你的声音被世界所听到 所以说呢 在一开始 你可能最重要的是要想这三个 把这三个想完了以后 剩下的呢 也是一些你需要考虑 但这些东西其实肯定不如前面三个重要 对吧 那第一个呢 就是时长 其实不同的节目的类型呢 它的时长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一般看到的 可能我们听到的一些 播客 基本上是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但其实是 这个时长 其实取决于你 以及你的听众是什么样的 对吧 如果你的听众 平时 对吧 都是很长时间在听播客 那你的节目两三个小时也非常正常 对吧 因为你的听众 他们 一个小时他们活没干完呢 他们还得伸手换一下 对吧 如果他们的场景就是这么一个长时间的场景 那你也可以很长 或者是你的听众 可能他的时间非常短 他可能见过你常常的听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的节目可能短一点会更好 那你比如生产力危机 对吧 我自己的播客 我做的就是15分钟 10到15分钟一期 对吧 那你在通勤期间 你轻松的听完一期 哎 今天改了一个小支持点 那这期就没白听 对吧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点 除了时常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发布频率 不同的节目类型啊 他的发布频率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去两个最直接的例子 就是新闻类和非新闻类 对吧 我们其他的节目都叫非新闻类 新闻类 因为他们要追新 所以他们就需要去产出很多 很新的内容 今天有个什么大事 他可能一两天他就得出来 他不像你说我可能闲聊类的节目 我一个时事 我哥大小半年再说 也没啥问题 对吧 我可能蹭不了那波流量 但是不影响 别人不会说 哎 你怎么现在才出 但是如果一个新闻 对吧 你想一个新闻 他出半年前的事 那他说 哎 你这还是新闻吗 这事都过去了 所以说 对于你的节目不同类型 可能你的这个放布频率 他会有要求 对于如果你是新闻类节目 那你可能确实要比别人更新的 更加频繁 更新更频繁 就意味着你可能会更累 所以这个点呢 也是我们可能会需要注意的 不同的节目 它的更新频率是不同的 你可以去看一看 你的同一个品类下 别人的节目 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更新频率 所以这块呢 你也可以注意一下 最后就是 可能很多做播客的朋友的 最关注点就是 成本的投入 那成本的投入 是这个样子的 做播客这个事儿啊 风险尤人 对吧 你可以像我一样 对吧 录播客 那我就得上 最牛逼的装备 对吧 我是器材党 上来我就得Zoom H5 Zoom H5 对吧 四四录录音 可以不可以 可以没问题 对吧 但是 如果说 我的预算不足 对吧 我就是想录音 就想录一下 行不行呢 也行 你有什么呢 你有一部手机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最好是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 它那个录音的效果 还是很OK的 如果你换了其他手机 它可能没那么好 但是 又不是不能用 对吧 因为你其实核心的是你的内容 只要你的录制出来声音 没有很重的噪音 对吧 那整个声音听起来还算清晰 其实就是很OK的了 在投入成本这块呢 其实 不需要有太过的担忧 你手上有部手机 其实就已经可以录了 对吧 那剩下的就是 去把声音剪辑出来呀 再发布车券呀 再做运营 那那些东西呢 我们都会在 后面的事情里面 去跟大家去一一讲清楚 在前面呢 大致就把这些东西 跟大家先说一下 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那当你想清楚了 前面这六个问题以后啊 那我们就真正的 进入到 制作播客的这个环节了 好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